武器大致入雨水下水道结构体顶板因为长期超湿 顶板的混凝土脱落影响到下水道排水功能 造成与天长淹水的情形 对地方居民来说相当困扰 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与相关单位会看 预计争取3亿元的经费来改善情况 要是那个重量超出它的那个安全值的话 那整个车辆会掉进来 现场人员指着图面 说明破损的下水道结构顶板 有可能无法耐重造成车辆跌落等隐忧 武器大致入雨水下水道是附近许多河沟的汇集处 长期潮湿加上年久失修 造成顶板水泥脱落以及钢筋生锈 也引发道路使用上的安全疑虑 那所以呢我们希望赶快的把雨水下水道的 这个香含的这个顶端坍塌的这个现象 能赶快把它做好 让民众有行的安全 这条路上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40年预计到很严重 这希望说这样 整个地方跟我们市政府 快来帮忙 对此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向中央争取共3亿元的经费 来进行大致路一二期 以及中一路修复工程 而针对掉落水泥块和淤泥的堆积 阻塞到下水道 中央已经将统筹分配款 拨给台中市政府 让市府来分配使用 那我们发现在这个工程的款项里面 因为没有编列清淤的预算 所以整个清淤工程都没办法做 40年没有清的雨里清掉 那未来面对极端气候 我想对民众的安全一定会有帮助 清淤的部分 因为中央这个统筹分配款 已经给每一年都给台中市政府 那也希望市长能够多多重视这个问题 让赶快中央补助这些钱 因为要做哪里 决定权在市府 从108年开始 每年大概有2600万左右 来补助市政府 去办理下水道一个清淤的工程 第一期预算总经费1.2亿元 由营建署全额补助 预计最快明年4月底完成 紧接着二期失作 总工程预计在112年6月底完工 还给地方一个安全的用录环境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报导